香港电影中最霸气的五位大哥,梁家辉不怒自威,而他凭气场折服观众。 香港电影中那些做事凶残的老大形象让无数人印象深刻,让我们看看吧。 在电影《黑金》中,梁家辉饰演的黑帮政客周朝鲜,谁赞成,谁反对,不怒自威即是逼人。 吴振宇饰演的倪永孝,他无间道系列中一个传奇人物,影响了影片中很多人的命运和思想。 凭借一己之力干掉了四个大佬,并将自己的家族视野马上带到了光明的边缘。 吕梁伟在《博豪》中的老大形象真是深入人心,不只是霸气侧漏,简直就是霸气泉漏。 曾志伟在《无间道》中饰演的韩琛是一个精明极有远见的黑社会大哥。 他一生读信佛学命理,深信命运早在自己掌握之中,但最终仍死于自己一手剥下的罪孽中。 红金宝在《杀破狼》中饰演的黑老大王宝,杀人放过无恶不作。 抽着雪佳,拿着大哥大的他真是气场十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